防疫期間政府推出了不少紓困政策 不過這紓困政策的背後都是錢 有人就擔心了這大撒幣的背後 會不會讓台灣的財政更加次制化 現在財政部也做出回應 他強調台灣其實還有1.4兆能夠來舉債 但我們就帶你來看到了 其實其他國家對於新冠肺炎 疫情相關的財政措施 他們賺的錢是大約他們2020年度GDP的多少 其實對於美國來看大概是25.5% 而至於臨近我們的國家韓國也有4.5% 至於台灣大約是3.44% 但是現在就有聲音質疑了 像我們現在紓困提高防疫經費 而且會不會來擴大台灣的財政次制呢 而且財政部也做出了回應了 距離這個在線40.6% 其實還有7.7%的距離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財政還有任性存在 但是國民黨主席張啟臣就提出了三個數字 希望蔡政府來看看 包含了第一個就是5月份的失業率 已經來到了7年新高 來到了4.11% 還有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失業人口數已經來到了48.9萬 第三個就是無薪假的人數 一創下11年來的新高 那麼現在這樣子的數字 蔡政府不能視而不見 他強調立法院審查8400億的紓困預算都已經省了 而政府也已經花了6800億 但是民眾都相當無感對於他們的政策 因此他就呼籲了剩下的1600億 是不是乾脆來普發現金 雨露均沾 讓更多的民眾感受到紓困的效果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